其实我们啊 真的是应该像 纵使当年的那个 三驱清安独奈分事件一样啊 纵使一下今天这个油罐车 装油的这个事件啊 因为你就自己想嘛 一个原来用装煤油的 或是用装其他工业油的 那个油罐车 是吧 连罐子都没有洗 对不对 就从这个粮油集团 拉出使用油 框框装上去 然后呢 流入市场给我们吃嘛 其实煤油还算干净的呢 你万一这个油罐车 之前是装过于什么 剧毒的这个物质呢 装完之后再装食用油呢 想都不敢想啊 你关键你说 这是不是洗不洗的问题 哪怕洗了 你说这个油罐车 能去装那个食用油吗 其实哪怕 就是专门用来装 食用油的这个车 罐子每次装一次的话 都得清洗一次的 因为食用油你放久了 会产生这个黄巨美术嘛 黄巨美术是致癌的 对不对 但你现在看看 你看看这帮人 一边是这个 上经天良的这个司机 就为了省那么几百块钱 上千块钱的 那个洗罐费 罐子都不洗 还搞那么混装 另一边的话是 那帮这个产油 卖油的那个粮油集团 玩乎止手嘛 那你要说仅仅是 搞自检的那帮人 对不对 被司机买通了 那这个事情倒也轻了 目前最可怕的一点是 这次出事的这个天津的那家 粮油集团公司的这个销售经理 采访的时候你们听到没有 我们不厌管 我们这正常就是要求 可能是用食用油专用的 但是实际的车到底是不是 食用油专用呢 我们也没法去分辨 这才真真吓人的 第一个 你们这帮人干什么吃的 第二个 就你们这种水平的公司 怎么就占据到了现在 这么重要的这个位置的 这帮东西啊 现在不用说是辞职下台那么简单了 我建议得追究一下他们的这个刑事责任 另外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是大事情 但我看最近很多人都根本就不关心这个事情啊 你不关心的话 下次这个事情 我告诉各位还未再卷土重来的 因为油罐汇用的这个情况的话 九年前就爆出过 那会儿其实就跟今天一样 没怎么去关心它 所以说你看看 现在又来了 你相反你当年的像三路 三路奶粉公司 奶粉集团 往奶粉里面加三居清安这个事情 当时就引发全民声讨啊 只有有关部门是寄出了 破天的那个严苛措施 从上到下去解决 奶粉安全的这个问题 就这么坚持了十几年 最后一度国产奶粉的这个安全性 比国外奶粉安全性都高了 因为毒奶粉事件一出之后 后来是严格到对奶粉的这个源头 都开始做检查了 但进口奶粉的话 我们是查不出什么源头问题的 你比方说从法国进口一批奶粉 这个奶源假设是从法国的一批病牛身上产下来的 这个也就只有靠法国人自己知道 自己自觉才可以的 我们是查不出来 法国那批牛是怎么个情况的 是不是啊 我们只有按我们的这个标准去看 我们的这个奶牛 是吧 它那边是怎么个情况 所以说今天你那个油罐粉 用的这个事情 你要解决的话 只能够像当年的那个奶粉一样啊 你得严密的支出一张大网 这个问题才可以 要不然的话 大家自己说呢 等这个风头过了之后 你觉得这种朝天前的这个事情 还会不会继续出现呢